今天來介紹的是 我們彰化最有名的肉包餅 彰化很奇怪 不曉得為什麼 曾幾何時肉包很有名 像比如說鹿港的阿正肉包 還有阿龍師 阿正肉包 甚至都有日本的人來跟他學 就學一整年 不受費用的 那這個肉包餅 它其實它的歷史 比鹿港的肉包阿正肉包更有名 它叫肉包餅 超過50年 它已經開到 我記得台中是有一家 在西豚路二段跟太陽路一段交叉口 所以有一次我送一盒 給一個麻醉科醫師 他太太吃了大為驚喜 叫他來麻醉的時候順便買 我說你們台中就有一家 這一家 那這一家好像一顆是25元 10顆225元 所以這裡是10顆 剛買回來熱熱的 10顆 我們來擦一下它的線 一個店可以開25年 大概不用懷疑 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 那呢做吃的 這個是我們零買的 我們把它拆開來 我這個看起來 摸起來料就很實在 有看到它的線嗎 有 這有點像肉碗的線 應該要冒暈的 可能剛才買回來一陣子了 這樣一顆25元 其實10顆225 其實我覺得還算便宜 雖然網路上有人說應該 一顆20塊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一顆可以吃一頓飯了 如果說你怕體重 過重的 那這個在 在我們彰化哪裡 永樂街98號 應該是夜市 它這裡寫一個夜市的中心 永樂夜市是我們彰化是一個 有點像是六合夜市沒落的 現在不太有人去 不過高雄有韓國瑜 現在六合夜市又 像我今天看新聞又活落回來 可是我們彰化是永遠 永樂夜市就一直這樣沒落下去 所以今天我跟會推薦的 就是假如你是彰化市 不是想要去入港 買阿正若眼或阿龍斯若眼 記得到夜市 永樂夜市的阿兵 肉包兵 這個我常常買來送給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吃了以後大概都是認為 若非常實在 裡面的料你剛才看到 非常有誠意的 任何做吃的 一個不變的原則就是 你一定要夠誠意 一定要夠誠意 或者的話 你人家一口咬下去 不想再回來吃的話 你就掛了 好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是非常 我們彰化非常有名的 肉肉包